真是太让人感到欣慰了,阿祖法和哥哥在制作黏土砖块的时候,两个人居然挽起了泥巴。这一刻,他们不是为生活奔波的疲惫之人,而是两个充满同趣的孩子。这小小的玩闹不仅缓解了他们的压力,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在这艰难的日子里,这样的瞬间显得格外珍贵。 今天一早,哥哥就去城里购买了一些东西回来。现在建造房子,他们并没有钱购买砖块。哥哥决定就地取材,用黄土自己制作或黏土砖块。哥哥在回来后,就迅速地投入到了挖掘泥土的工作中。他告诉阿祖法建造房子,他们大约需要三百块的砖块,那这其实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了。 在哥哥忙碌的时候,阿祖法专注地制作早餐。有了哥哥在身边,他仿佛找到了坚实的后盾。 许多原本压在他肩头的重担都得以卸下,哥哥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,让阿祖法无需再为琐事劳心费神。 今天康特居然脑残一样的,去寻找杰斯,还想让他帮忙一起寻找阿祖法。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,他应该也知道之前杰斯都想过和阿祖法复合。 那如果杰斯同意了,而且帮忙寻找到了阿祖法,杰斯依然是想和阿祖法复合,那康特又应该怎么办呢? 而他又把阿祖法置于何地呢?是有多无能的人才会想到去向自己的情敌求助的。 阿祖法的哥哥对阿祖法一直有着愧疚,就是因为他们当初不顾阿祖法的意愿,强制要求着阿祖法嫁给杰斯。 这种愧疚感如影随形,时刻折磨着哥哥的内心。 他在寻找到阿祖法的时候,还以为阿祖法是和杰斯在一起的,而他也为此几次三番地向阿祖法表示了歉意。 哥哥现在极力地帮助阿祖法,有一部分就是在努力弥补曾经对阿祖法造成的伤害。 两个人在吃完早餐后,又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劳作中。 他们开始搅拌泥土,为了让黄泥更有粘性,哥哥展现出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。 他特意弄了一些稻草碎放在里面,这些稻草碎就像是神奇的魔法添加剂,能让泥土在塑形时更加坚固。 哥哥毫不犹豫地用脚踩着泥土,每一次踩踏都仿佛在给泥土注入力量,让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。 阿祖法询问哥哥要不要帮忙,虽然哥哥阻止了他,但他还是选择加入了其中,确实是有想帮助哥哥的原因,也有觉得好玩的意思。 他再踩了一会儿后,调皮地用手弄了一些泥浆,涂抹在了哥哥的脸上。 这一小小的举动,瞬间打破了沉闷的氛围,让空气中充满了欢声笑语。 哥哥先是一愣,随后露出了宠溺的笑容,他并没有生气,反而觉得阿祖法的活泼可爱给这辛苦的劳作带来了一丝轻松。 这一刻,他们不是为生活奔波的疲惫之人,而是两个充满同趣的孩子。 这小小的玩闹不仅缓解了他们的压力,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。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,这样的瞬间显得格外珍贵。 阿祖法在制作餐食的时候,哥哥也加入了其中,他让阿祖法照顾孩子,他来烤制鸡肉。 他的体贴入微,让阿祖法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与关爱。 与哥哥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特。 在阿祖法刚生完孩子那段最艰难的时光里,康特从未主动帮忙做过这些事情,反而总是等着阿祖法伺候他吃喝。 这样的反差,让人不禁为阿祖法感到心酸。 他在最需要关怀的时候,却没有得到来自丈夫的支持。 而哥哥的出现,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,照亮了阿祖法的生活。 哥哥的付出让阿祖法明白,真正的家人会在困难时刻伸出援手,给予彼此力量。